李宗仁为何救不了杨虎城,或许只因一人阻拦,1946年在陕西曾经出现过一次释扬运动部分民主团体,民间人士,进步报刊均参与其中中共高层,对此非常重视及时搜集情报和民意,不失时机地在社会各个阶层做了宣传发动工作,造成一定声势,对国民党政权构成不小的政治压力。 我的外祖父,曾经担任西安辛亥起义总指挥,陕西都督的张凤慧先生,两次领衔联名陕西知名人士致电讲解时,要求其恢复杨虎城身体之自由,以为群情开启了这次释扬运动,造成较大影响。 1946年1月14日周恩来律中,共代表团出席在重庆举行的旧政协会议时提出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国民政府应当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 1月17日远在西安的张凤慧笔者的外祖父,辛亥革命时,西安起义指挥领导者,曾被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领衔宋连回,如玉利,寇侠,武念堂等20人。 联名制奖戏时要求恢复杨虎城自由电文如下,独争日君坐在政治协商会议,宣布实施人民之自由,释放政治犯等相不胜感待。 杨虎城自欧反国于金八载,请右其既往力,其将来恢复其身体制自由以为群情。 和电施肯进行垂扎张奉会,宋连奎,如玉利,寇侠,武念堂,王子端,景梅,九,冯孝伯,刘志周,郭子周,林杰,三,县润民,张寒山,杨子莲,程博人,韩旺辰,李寿廷,韩兆,韩兆鄂,韩光琪,同扣小中国共产党,甚为重视张奉会等至蒋介石的电报。 立即从各方面进行了配合1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委员会书记汪峰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徐仲勋电报,我们通过民主同盟,及一些开明示身,提出释放杨虎城运动。 现已开始在酝酿中,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张德生致电汪峰,此间已由旭范婷,刑兆堂,张希青,严奎耀等十余人致电政协会,要求释放杨虎城主任特告。 3月4日汪峰,在传达西北局指示时指出,推动释放杨虎城运动大家一致同意,释放杨虎城运动是团结广大群众,展开西北民主运动的启蒙运动位深入开展。 不仅抓紧西安及上层各地,亦应围绕这一运动配合进行。 汪峰在具体的要求中提出张祥初,祥初是张奉会的字,只是在上层兜圈子。 我们应该向中下层推广,把万人上书印成宣言,写通电写文章写社论,将来争取签名的名流。 在学校演讲,号召旅外同乡同学的响应,以启发地方广大民众的民主思想,造成普遍的群众运动。 4月25日汪峰致电习仲勋,张德生是羊运动工商,报已有社论呼吁现已有张奉会先生领衔发了29人的联名电报。 而蒋仁未答,对此,29人中除以有联系者外,宪政设法继续联系中,电文中还分析了各类人士的态度。 有虽签名但不是自己内心所愿,有不愿意列名其中的在乡军人中,李虎陈将军,愿意领衔并发起万元签名运动。 孙卫如将军表示,宁愿将官不做要求放朋友出来接下来,闪丹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 在这蒋介时,全国各届同胞的通电中指出,电请蒋主席负责实行政协决议,旅行四项诺言,立即释放张,杨二将军及一切爱国政治犯,以招大信,而立于和平建国事业,并望政协诸公及全国各届同胞一致督促,勿期实现。 国民革命军第38军政,副军长孔丛舟,刘威成,发表就职通电中也表示,本军为杨虎陈将军所首创之西北人民革命武装我们主张,无条件停止全部内战即刻释放张,杨将军及一切政治犯,由张凤惠先生开头的民间释扬运动,在城乡广为展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间团体, 民主人士联合开展的是洋运动是符合民意的,也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对推动释放杨虎陈起了一定作用。 1949年1月,蒋介石为摆脱战局失败的困局,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立即下令部驻同释放张学良,杨虎陈但蒋下野并不代表放权,尤其仍牢牢掌控特务机关。 以致,李戴总统的命令,无法传达到保密局长毛仁凤手中,李宗仁又令重庆市长杨森释放杨虎陈,但杨推说找不到毛仁凤,无法知道杨求近于何处。 去的李宗仁竟然在中央日报登起市,寻找毛仁凤叫毛释放杨虎陈,也算是当时总统找下属的奇闻。 一桩同年八月蒋介石抵达重庆时,毛仁凤专门请示,对杨虎陈如何处置,蒋亲自下达了江杨虎陈和其秘书宋启云,二家六人解回重庆,秘密杀害的命令。 1949年9月6日在毛仁凤的安排下,特务队将杨虎陈一行六人,蒙骗至重庆带公辞杨虎陈及儿子整中,女儿整柜。 秘书宋启云及夫人徐林霞,幼子镇中惨遭杀害,至此起于陕西的摄阳运动,最终未获成功。 秘书宋启亚